郭麒麟在上初中时成绩是不错的 但是郭德纲很忙 对儿子的关心不够 家长会一次都没去过 全都是王会去参加 郭德纲曾经给过郭麒麟承诺 说等你初中毕业了 我一定会去给你开家长会 结果就在毕业前夕 郭麒麟提出要退学 郭德纲忙不迭的就同意了 心里长舒一口气 终于不用去开家长会了 当然这也只是玩笑话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郭德纲曾在采访中就曾说过 郭麒麟在初中的时候成绩还是不错的 有的时候还能考到满分的成绩 在郭老师看来如果要从事相声这个职业的话 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并没有什么用 文凭就像一张火车票 北大是头等舱 清华是软卧 到站之后还需要自己去找工作 老板只会问你会干什么 并不会问你做什么来的 不希望我的儿子为了学业去如何如何 可能我只是从父亲的角度去自私的想 希望我儿子有一门手艺 养家苦口就猛 后来我仔细又想了一想 可能这个文凭就是一个火车票 伟大的是头等舱 清华的是软卧 什么专科是硬卧 本科是硬做 成交的是赞票 就类似这种 那么火车到站之后你要去找工作 老板只是问你会干什么 他并不关心你是做什么来的 所以他自己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 这些年也没有因为学历不高而有所不变 反倒是在相声行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这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 相声演员在学校受教育是浪费时间 不如自己在家学更实用一些 在郭希林上小学的时候 郭德纲就曾问过郭麒麟 你要做什么 要说相声吗 但郭麒麟给到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但是在到初三以后 郭麒麟的思维发生了一些改变 虽然学习成绩非常好 但是郭麒麟在学习过程中并未感到快乐 他体内强大的基因力量告诉他 还是说相声好玩 郭麒麟在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郭德纲以后 郭德纲也是非常惊讶 当初想让你学的时候 你不想学 现在又想学 但当郭麒麟说出原因后 郭德纲也欣然的接受了 郭麒麟称 其实学习都是为你们学的 学习成绩好 就是为了父亲在跟其他人交谈时候 有一个谈资 这也可以看出郭麒麟小的时候就非常的懂事 为父亲着想 不想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给父亲丢人 但在心里 郭德纲其实是高兴的 他创立的德云社 一大摊子家业 总要有人继承才是 现如今的郭麒麟能够此成父业 自己的一身本事 积累下的人脉关系 人生经验等等 都可以传授给郭麒麟 让他在起步阶段就领先同龄人若干个身份 成功是必然的 既然要说相声 继续上学确实没什么意义 人年轻的时候 学东西越快 所以每个人的学习能力顶峰都在高三时期 郭麒麟当时上初三 正好用三年的时间 可以利用 如果错过了这三年 那以后的路要难走很多 我们知道 德云社有很多演员 都是大学毕业以后 才进入相声行业的 这些演员 在舞台上的角色 大都是捧根 比如颜克祥 狼克炎 杨九郎 观赫百等等 就是因为大学毕业以后 人的记忆力高峰已经过去了 这时候再去学灌口 背台词的话 难度会大很多 所以选择成为捧根 要更加容易上手一些 郭麒麟虽然从学校辍学了 但是并没有停止学习 毕竟家里有图书馆呢 无论是在教养 还是在知识量的储备 他的综合文化素养 并不比大部分的大学生差 这也许就是家庭教育的作用 但是普通人家 并没有郭德纲家的条件 所以上学依然是改变自身命运的 最现实选择 该上学还是上学吧 不要学郭麒麟 因为你没有那么优秀的父亲 谢谢大家